南医书局国小国语三下 13. 拜访童话大师的故乡 7月5日星期二 天气晴 今天是旅行的第二天 我们来到童话大师安徒生的故乡丹麦 参观首都哥本哈根 第一个景点是海港边的美人鱼雕像 许多游客兴高采烈地与他合影 他静静地坐在岸边 望着远方的海面 好像在等待王子的到来 海岸边激起的浪花 仿佛诉说着那动人的美人鱼故事 进入市区 公园的角落有一座 戴高帽子的男士雕像 这就是童话大师安徒生 他左手拿拐杖 右手握着一本书 脸向着左上方 像是在寻找创作的灵感 我仰望这座高大的雕像 对这位大师致敬 下午到达位于海边的克伦堡宫 安徒生曾称赞 这里是丹麦最美的一角 这是一座具有防卫功能的城堡 因此有护城河和一排古老的大炮 传说沙士比亚就是以这座城堡为背景 写下了文学名著哈姆雷特 所以克伦堡宫又称为哈姆雷特城堡 最后我们来到了新港 安徒生曾住在这里 创作了他的第一本童话故事 街道两旁的房子色彩鲜明 有粉红、鹅黄、淡蓝 好像童话小屋出现在眼前 走在这充满想象的童话王国里 有趣极了